在前兩次的積分賽 雖然拚盡全力 想要在年度總冠軍賽中 脫穎何出 但過大的壓力 導致無法完成現舞序 造成分數嚴重落後 面對最關鍵的意義 他決定以氣勢磅礡的鬥牛舞 來迎戰 但沒想到鬥牛舞最基本的框架 卻成了他最先遇到的阻礙 鬥牛舞雖然不需要板抖 但是他最重的部分就是 他必須要把我們這個部分 往前前 那在我沒有很抓到要臉之前 我都會覺得我的腰有 被一種壓迫的感覺 很痛 雖然老師就覺得說 在做一些鬥牛是在 要迎接挑戰 你說要再可以跟對方挑釁 對方挑釁過來的時候 那種要折腰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腰會動 腰會痛 肩膀一定要夾緊 不習慣鬥牛舞特有的框架擺放位置 讓余秉諺的腰部感到疼痛不堪 不只如此 需要消耗大量體力的鬥牛舞 讓他遲遲無訪跳完一支舞序 這也成了秉諺最致命的一集 分 分 再一次 體力的問題呢 一直以來都存在 平常運動的時候 都沒有這麼多的汗 然後腿 對 練完腿 有踢腿的感覺 你這個要踢腿嗎 超大多緊張 我覺得在這條舞裡面 好像從頭開始到最後的時候 我才有辦法呼吸 我的天啊 體力嚴重透支的余秉諺 能夠克服眼前的困難 完美的呈現這支鬥牛舞 讓排名大力轉嗎 我來開你 你要幹嘛 我來開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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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可以 你應該不是 我不想感覺 你說 你對我 你應該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